我 你是谁 你怎么在这 我是谁 我怎么在这 那你是谁啊 你怎么在这 我是海彦堂的宫女 兰儿 安公间说 万岁爷要见我 我在等万岁爷 你在等万岁爷呢 那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这儿当差的太监吧 太监 那我就不用躲了 安公间说了 太监嘛就不是男人 我看你也不像个男人 你看我不像男人 真漂亮 不愧是万岁爷住的地方 你是不是一直在 万岁爷身边啊 万岁爷长什么样啊 那你认为 万岁爷该长成什么样啊 我听老人说呀 大清国的万岁爷嘛 都是人高马大 气宇前昂的 反正应该很帅吧 外边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是啊 我想也得是 万岁爷要是个头不高 弱不经风的样子 就跟一个白面书生似了 怎么镇得住人呢 那 如果万岁爷真像你说的那样 弱不经风 白面书生 个头不高的话 那又怎么样呢 不可能 我才不信呢 这个棒 太棒了 等一下 你就要见皇上了 难道你不紧张吗 紧张啊 没想到见一次皇上这么麻烦 你说 让随意找我干什么呀 让随意要见我们俩的聊天 会不会降着什么 杀得会知罪啊 肯定不会 为什么 因为 朕就是皇上 你 皇上 对啊 你可太逗了 你看看你 嘴上都没长胡子呢 还说自己是能当皇上 朕真的是大清国的皇上 你是不是怕我紧张 所以跟我开玩笑啊 你还皇上呢 你倒是挺像我们国堂里 那个张爷爷的书童 张爷爷总是那样喊 小李伯 过来嘴嘴拿到痒痒 你们俩个头还差不多呢 确实挺像那个小李伯的 生气了 怎么 舅徐 你和我开玩笑 我就不能和你开玩笑了 真不高兴啊 真不高兴啊 其实你长得还是挺帅的 眉宇间 的确还有一些威严和灵气 如果你见到皇上 也敢这么乱讲话吗 那有什么不敢的 我要是见到皇上了 我就要对皇上说 一定要把林美姑娘的后事安顿好 要兴事动众的就像民间出大宾那样 还要找人来给她守灵 这样啊 不仅可以告慰林美姑娘的在天之灵 也可以化解汉人对满人多年的不满与仇恨 所以说林美姑娘不过是个汉人花 但她正是为了大清国列祖列宗不颜面尽尸 为了不让那些歹人阴谋得逞才毅然赴死的 像她这样的姑娘真是可亲可气 我想如果皇上真这么做的话 不仅可以得到万民的敬仰 而且还会乐得李贤下世 有情众义的好名声 这样一举己得的好事 皇上为什么不做呀 蓝姑娘说得极是 朕怎么没想到啊 继续说下去 真是越来越像了 什么越来越像了 你肯定在万岁月身边待的时间不短了吧 学起万岁月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 蓝姑娘 我问你 这皇宫里面除了皇上还有别的男人吗 当然没有了 要是再有不就乱套了 那你看我像不像男人 今天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是个男人 我更会让你知道 朕就是大清国的皇帝 不要 蓝儿 能与你共赴阳台 不但是你的造化 也是朕的福气啊 蓝儿 你知道吗 为了找你 我让安德心 把整个京城都翻了个底朝天 没想到 你已经进了园子 蓝儿 朕第一次见到你 朕就 真的喜欢上了你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 能够被朕招姓伴起 跟皇上同床共枕 兴奋所致啊 蓝儿 我 不知道 安德心把你送到寝宫来 没有告诉你 跟皇上招姓伴起 该说些什么吗 安宫见书 说什么 见到万岁爷要说 说什么 谢万岁爷天恩 免礼 I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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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个混账东西 连梳头你们都不会梳 我就这几根头发了 惊得起你们这么往下耗吗 我可不比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丫头 你知道这一根头发 她得长多长时间才能长这么长 你知道我今年 我跟你说我岁数干嘛 太佛爷 太佛爷 奴才给您请来 行了 行了 都下去 下去 他们气死我了 快点 刘福啊 您消消气 奴才伺候您 他们都不懂得 这梳头啊 打底下往上梳 一板一板的 越梳越通 你看 刘福 你呀 给我梳头就是梳惯了 我这头发别人还不能梳 他还认生 你这走了才几天呢 他们给我梳头 要不然弄断我几根头发 都掉了 要不然弄得我头皮发痒 就是你这手艺好 要不然宫里人给你起外号 叫你留梳头呢 谢太佛爷夸奖 你说这顺亲王吧 他就是聪明 是不是你刚入宫的时候 他就看上你了呀 有点准备 我来到来 你收更余的 我来到来 我来到你了 不能把我的 我来到… 我来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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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月影姑娘从灵美嘴里头得知 说皇上 皇上没那个能力 什么 是皇上 男女苟合之事 皇上是做不成的 灵美姑娘跟皇上在一块的时候 那也就是 嬉笑玩耍 之后就是陪皇上睡觉 就没有什么了 老七啊 陈才 这事你信吗 微诚不敢断言 但有一件事 却是千真万确 什么 昨晚上皇上宠心了一名 海艳堂的姑娘 您说的 不会是蓝姑娘 正是她 那奴才就明白了 愿不得昨儿跟安德心提醒我说 别得罪这蓝姑娘 我还蒙在鼓里她呢 要是照安德心的意思 皇上跟这蓝姑娘 应该是早就认识 早就认识 皇上跟一宫女友来 这可真是有点气质 不大可能吧 太妃 这个事 不那么简单 刘总管 奴才在 你火速赶回园子 查清 海艳堂公女 也就是一个蓝姑娘的底细 查密之后 立刻禀报 龙才知道 太夫爷 去吧 这 老七啊 称赞 要是真如刘福所说 皇上没有声誉能力 那立太子之事 真是天助我也 太夫爷 您不要仅凭刘福说的那番话 就认为皇上不可能生有子死 本来魏丞祥 让人在佛海上扔个死因 有死就可以在园子里 翻起轩然大波 不仅可以借此赶走园子里的汉人花儿 而且可以借死因之事 降低皇上在园子里 王公大成中的威信 还没想到 刘福囚公心切 竟让最主要的证人 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死 只是这件事就此罢了 太夫爷 关于皇上昨天晚上宠信宫旅之事 非同小隔 一定要诉证 再一个 关于皇上的病 请容威成派人秘密调查 一旦有什么消息 我立刻禀报太夫爷 就按你说的办法 你说这个刘福啊 其实他也没什么坏心眼 就像你说的 求公心切 你说这事都办到这份上了 他又让这当事的宫女死了 这事 太夫爷 这也不能说刘福无能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也是常有的事 来姑娘请吧 行了 三兄 奴婢 来姑娘请安 我认识 她问我又没有 这也还要认识呢 母下小粽子给南姑娘请安 早膳已经备好了 请南姑娘在天殿洗漱完之后用膳 南姑娘 小粽子 来了 来了 在记忆 禁岸水莲 故意忘年 永远 贪誓爱 分落的 千愁柜 屋檐被泪长相组 天前涌花路 原是雪泪的滴色 全心让心碎 无奈坠入梦的河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退朝 谢皇上 吾禀皇上 刚才您与诸位大臣所言 凌美姑娘的后事 还要在园子里为她做法事 刚才朕已经宣布了 朕主意已定 就这么办 难道还有人敢抗命不成 道理很简单 朕的话也说得清清楚楚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不需要在意 苏顺 如果你留下来 就是为了要跟朕谈这件事 那你什么都别讲 以免伤了君臣和气 你是御前大臣 碰到这种事 按理说 你应该站到朕这边 替朕说话才对 刚才殿上 你也跟他们一样 来反对这件事情 朕十分不解 皇上息怒 微臣不敢抗命 不过 微臣有句话想问 如此处理 凌美姑娘的后事 恐怕不是万岁爷 您自己的主意吧 臣想 这后面一定还有个人 宿帅 你是想调查朕不成 微臣不敢 臣仔细想过 皇上您刚才所言极是 这么做的最终结果 很可能在园子里 及宫中 乃至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 不过 臣还有些建议 说吧 朕听着 皇上 此事一出 必遭本家王爷 和那些循规蹈矩的老臣们的反对 刚才那些人的反应 皇上已是一清二楚了 但是您所讲的 又的确是 以礼服人的中肯之言 不错 汉人对我大清的仇恨 由来已久 以我区区之众 却统治着 以汉人占绝大多数的泱泱大国 取得民心 就变成了统治的基础 也就成为 我皇族延续 根基永固的根本 此事看起来是件小事 但传扬出去 却会极大的鼓动人心 是想 如果百姓们 听到皇上 为了一个汉人女子之死 竟能如此的礼贤下世 重情重义 定会得到黎明百姓的拥戴 臣以为 皇上不如借此机会 遣散宫中的所有汉人花 由此 也就彻底打消了那些奸人们 以汉人花为友 再次滋生事端 目前 内忧外扰民心不定 臣以为 皇上尽早 是嫔妃怀上子嗣 才是头等之大事 此事不解决 以太佛爷为首的 想另立阿哥皇太子的势力 必定会穷追蒙党 到那个时候 皇上您的处境 可就更加危难 所以 臣以为 借给领美姑娘出殡之时 将宫中的汉人花 尽速遣散 并发放银两 以示皇恩浩荡 同时 如果皇上结的 宫中的秀女不满意 还可以另外选秀 以便早得子嗣 使我大清国的龙脉得传 子嗣繁茂 此事 还请皇上三思 这个主意不错 朕就按你说的办 再选秀女的事 可以先放一放 朕目前心中就只有一个人 她就是给朕出主意的人 蓝姑娘 蓝姑娘 正是 朕去白云罐抽过签 道长算得真准 当时朕还十分怀疑 没想到 这么快就变成事实了 她说 朕一定会碰到一个女子 而这个女子一定会为朕生一个儿子 她的名字当中有一个蓝字 没想到这么快便灵验 如果此次蓝姑娘真的为朕生下儿子 朕一定下令重修白云罐 为庙里的神仙肃金身 怪不得 臣见皇上今日印堂发亮 定是红韵当头 没想到 皇上得此蓝姑娘 竟然如此的龙颜大悦 说起话来 独诸落玉盘 这真是 人逢喜事 精神爽啊 此言说的极是 这正是朕此时的心境 我就知道 欲嫌大臣中 就你最聪明 所以朕此时的心境 全被你猜中了 谢皇上的夸奖 臣在这儿也给皇上贺喜 此事的确可喜可贺 你想啊 朕不但得到了心上的人 而且圆子里的死婴之事 也风平浪静了 真可谓双喜临门啊 皇上 臣还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进前说话 谢皇上 俗话说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虽然 园子里死婴走瘾之事 得以平息 但臣怀疑 新的暗流仍会涌动 皇上您不得不防啊 另外 既然皇上十分钟爱 这位蓝姑娘 就应该封她个名分 把她名正言顺地 接近九州青宴 或是天地与家春 成为皇上的宠妃 这一来 既能保证蓝姑娘的安全 二来 也可免除不少的事端 皇上 臣有一种预感 这位蓝姑娘 必定是一位 十分聪慧的女子 弄不好 她可能很快就会成为 宫中那些本家王爷的 眼中钉肉中刺 一旦他们弄出点什么事 或者 或者加害蓝姑娘 到那个时候后悔可就晚了 好 朕就听你的 今天晚上招姓蓝姑娘 朕就正式册封 皇上圣 词同歌 来世再见了 我现在 已经不是处子之身 我对不起你 这辈子 没法和你在一起了 假如有来世 再让我 为你生儿育女 同你共住哀巢吧 志同克 这句话 本该早对你说 现在再想说 已经来不及了 志同克 兰儿爱你 兰儿 你怎么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想死啊 你别管我 我不想 不行的 你让我死 兰儿 兰儿 不行的 不能这样 兰儿 兰儿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管我 你别管我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让我死 你让我死 不行啊 兰儿 昨天 昨天刘大冬冠把你带走 我担心了一夜 就怕你出点什么事 兰儿 你千万不能寻胆见呀 我告诉你 你有什么事 跟姑姑说 姑姑替你做主 行吗 你别管我 你别管我 拜托你 把桌上的信和一折 交给我的家人 就说 兰儿走了 我 我 这是 她 把幻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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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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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能感觉到这些事 有什么事 你跟姑姑说